看我都带的什么 今天是第二天去 准备的比较充分 拖鞋要拿一个 酒精擦一擦 然后这是我 这是带了个苹果 这是水杯 喝那个矿泉水的 这个 这个我得去灌点热水 这个就是 床单和塑料布 大家好,我是刘四姐 今天是我在 五大莲池康养的第二天 昨天没下水 因为今天 太阳也不是太好 我只是晒了晒 晒一下太阳,吸收一下钙 昨天再准备了一下东西 今天第二天 看看能不能下水 能下水我就下一次 不能下水的话 我还是晒 好了,准备出发 先来喝点矿泉水 昨天办的卡 每天四块钱 看一下大门口 这是一个南方的旅行团 朋友们有没有认识这三个字的 考考你们啊 这三个字一般人不认识 尤其是这个原生后面啊 那个念什么字 应该是从右边往左念啊 前面他们都是来打水的 我今天上午光来喝下午来打 今天上午人挺多要打水的 得需要排队啊 这两边一块鸡 这两边一块鸡 好嘞 坐这喝点 喝点营养水 这个地方很凉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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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杯喝完 再打一杯 就一边走一边喝了 有点炸牙 还要从那个啊 还要从那个啊 你看这死不良的 啊 那个 啊 这都没头喝 不喝点 对 对 用滚道引到那边 对吗 好 这个还有人 好 眼也看不懂 这个耳拳又在这里看到了吗 它有有气泡的产生 它是自咏拳 现在是用滚道引到那一侧 还有旁边的那边啊 用摘肚龙头的地方都可以 皮肤痒 也可以用困难水洗 这是最早的瘸眼 现在用滚道给它引到这边 和这边 皮肤痒 对 皮肤痒可以用那个水洗啊 那边有俄罗斯人来洗脸 洗眼睛 喝水 用矿泥 用矿泥 你吓吧 他死外心过敏 你也到这儿特别好用啊 好 好 你看这俄罗斯人都在那儿呢 你看到那边这个头呢 那都是抄鸭抄头 鸡眼鸭抄脚啊 好多份儿 这个最早的那个鸡眼 多喝一点 嗯 来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大家啊 再过来看一下小野鸭 我特喜欢这些小动物啊 在水里自由地游 看着它们在水里游 心情特别好 一个大的领着五个小的 第一天我们来这里就看到它们 在瀑布那个地方哈 这个湖啊上面有很多野鸭 哇 哇 这边看更多 这是矿泉湖 风景区 天越暖和 这些野鸭出来的 啊 就越多 看看那边 那边野鸭成群成群的 打看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看到了 就这么大了 每天花四块钱 过来看一下 心情也挺好的 看看这娘五个 又上这来了 啊 游到这里来了 是不是那一群呢 是另一群还是刚才那一群 看看这个大鸭子 领了几个小鸭子 真好玩 风景区赏完了 每天嘛 来这赏一会儿啊 赏一会儿风景 看看小野鸭 看看小动物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 然后我再接一杯水 我就去泡泡泉子了 好了 我现在呢 已经到了这个泡泉子的地方 这个地方啊 它太阳就是很毒啊 外面的温度 车内显示外面的温度呢 是21度 但是你要出去晒一会儿 你就感觉皮肤会发烫 发疼啊 抹上点这个50倍的防晒霜 这个防晒霜是德国进口的啊 德国进口的 它是一个物理防晒啊 它是物理防晒 之前我就用这个牌子用完了 今天说什么摁不出来了 涂上一层 涂上一层 然后再戴上那个口罩啊 再戴上口罩 昨天呢 那个 叫 昨天蒙脸的那个呢 回家 不知道放哪了 说啥找不着了 双重防晒啊 双重防晒啊 一层呢 我怕不行啊 老李走的时候 我跟他说 假如我在这待上三个月 恐怕见面你都不认识我了 我估计晒的会呼黑 所以说 我这个脸和手啊 我要晒呢 晒手心 手背我是不晒的啊 保护脸和手背 其余的地方都可以晒啊 好 现在就下去啊 就在这里泡 今天风挺大 有朋友告诉我说 今天还是不能泡 今天就不泡了 晒晒太阳呼呼腿 今天的疗养结束了啊 今天还是没下水 有常来的说 今天呢 温度还是有点低 而且今天风特别大 所以说呢 今天只晒了一下啊 把前几天买的那个 叫泥粉 今天护在腿上了 但是呢 今天光带了两个那样的塑料袋 白色的塑料袋 不好 今天呢 一会儿要去买点保鲜膜 这两天下来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 但是喝这个水 我感觉是挺好的 首先是助消化啊 这个喝了水呢 就排尿比较快啊 那个时候感觉我 每次出来呢 旅游啊 就是一累呢 我眼皮就肿 这几天呢 我感觉消肿了 手也不那么脏了啊 喝这个水还是挺好的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吧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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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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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下期见 要不要抵护